涅槃灭,灭什么?就是灭这些念头,教你什么?教你一念不生,一念不生,你就看到宇宙的真相,佛学的名词叫诸法设想,那个设想是什么?就是自信。 二,禅宗叫明信见信,他见到自己的真心,见到自己的本心,那真心本心就在现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因为你有妄想,有砸捏,有分别,有支柱。 所以,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那么修行功夫,是什么? 放下了,放下难了,不容易啊,所以佛设定的方法,一般通用的方法,戒定会,因戒得定。 所以,你要懂得,戒,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叫你的清净心。 那,人之戒。 把一切,把一切善念悟念,统统放下。 那,我放下悟念,善念,我还有,那没用处。 你不是真正持戒。 真正持戒,第一个目标,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沙罗罗安,披之复。 这是真正修复。 那,为什么? 悟念,所感的是三瓦道。 善念,所感应的是三三道。 出不了六道轮回。 善悟都是假的。 通通方向,你就超越六道了。 人,应当,断无修善。 为什么? 这是本性。 本性,我们讲,自然的规则。 大自然的规则。 大自然的规则,确实,是尽善尽美。 为什么呢? 踏起善悟两边都离开了。 显示的,纯净纯善。 这个纯净纯善是赞美。 那善悟都没有。 啊,尤善悟就是对立的,就是边界的。 这两边呢。 啊,尤善悟, 有大小, 有长短。 啊,有福,有众生,这都是边界。 那么由此可知, 福说法是不得已。 用种种善求方便。 目提,破知诸。 啊,破, 见识烦恼。 破,尘善烦恼。 破,无名烦恼。 一路破到地下。 啊,佛法教你,你把佛法全知诸了, 那佛法害死你了。 啊,你可以用它。 啊,你可以用它。 断烦恼, 震菩提, 你不能执着它。 你不能分别它。 你不能去想它。 你去想它,它变成无名。 所以你用它。 你用它,不是不能用,可以用。 啊,用它,知道它的真相。 它的真相也无所有,毕竟空。 啊,是福帮我们建立的。 建立干什么? 把我们的妄想残念给打掉。 用意这次提。 善悟两边不住啊。 两边不住还不行。 两边不住是中道。 中道不能有。 有个中道概念又错了。 跟善悟两边又对立了。 啊,你看, 佛教给我们, 心底什么叫清净? 因念不顺。 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是真心, 是本来面目。 啊,佛没有别的。 帮助我们回归 本来面目而已。 那就叫正佛。 那就叫圆满。 啊,都在我们 无量寿经经体上。 就是清净平等就。 啊,直接 得清净心。 修定 得平等心。 大车大悟 就是救。 救是佛。 平等是菩萨。 清净是阿罗汉。 是彼之佛。 佛没有丝毫命 完全露在 台面上啊。 你看得清楚啊。 你要会善用。 啊,决定不要米。 要不然这个东西好, 我要它,错了。 佛法是因缘深的。 凡是因缘深的, 都不是人的。 因缘深法, 我说即是空啊。 你去看看中论, 三论。 破空,破油。 统统统放下之后, 自行先前。 诸法神像, 你就看到了。 啊, 这就你得大自在啊。 啊, 你, 佛, 佛, 啊, 你, 佛, 啊, 你, 佛, 佛, 好